特首李家超和一眾司局長 週日出席第一場施政報告地區諮詢會 有大約120名市民在會上發言 場外也設有直播 有份發言的蘇女士提出政府應該推出措施 鼓勵更多女性生育 她就認為今次諮詢會的形式不錯 反過來是市民告訴他們 我想你這樣做 其實我覺得是好的 如果不是有他們自己在讚寫政策 但可能又不適合我們口味 可能浪費了很多資源 所以我覺得今次特首試這種諮詢會是比較好的 也有人就公屋和大灣區發展提出意見 今天在諮詢會主要我自己說關於房屋那方面 接下來怎樣去一些舊式的公屋怎樣連片重建 我們都向政府特別是特首提了意見 還有關於接下來希望在公屋都會做一些智慧營的社區 還有接下來的港珠澳大橋大灣區融合方面都提供了意見 特首尼家超在會後回應說 明白市民在會上不吐不快 強調會在制定政策優次的時候 吸納民眾的意見